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又再一次見到劉先生 你好 劉先生 我們想知道更多關於你電影方面的事情 你剛才有提及過你在小市訓練班 有做一些不同的創作 是嗎 我記得我在訓練班出來 我做過兩套模前 最後就做長技 長技之後 有應該知道長技 在小市只有十元一一 你記得八零年 八二八 八一年的時候 十元 拍戲才有 沒有拍戲就沒有 長技拍戲的時候就有十元 但是你坐車吃飯 根本就蚊蚊蚊 為何有交租呢 變成我在那段日子裏 由於我要學長技的東西 那邊有道具不夠人 我就做散工 燈光不夠 我又去幫忙做燈光散工 道具燈光 還有什麼 機器組 我都做的 就變成接觸的多 很多鏡頭怎樣用 什麼鏡頭 什麼燈光的名稱 譬如這盞燈光 五百 或者打日光 打白光 或者要加一些糖果汁 我們就知道了 最後我就再做長技 再做輔導 第二輔導 我那時候叫做導 然後就做導演 但是我記得我在做長技的時候 不知道做了 我就要求自己很高 真的要求很高 因為當時的長技 譬如導演說不夠汗水 那我就說 化妝 汗水 但是我沒有 我自己的汗碗就插在身上 又說 沒有汗 我就立刻去 補汗 現在說 面又太多 反光 我又有粉撲 那時候 那時候的化妝都是阿姐 為何阿姐 就是要服侍明星 每個人都有化妝間坐 不會入廠的 那長技 我就掌握 又刺紙 又粉撲 又噴汗 都戴在身上 甚至我自己 早前有個打板 我都拿著 我就自己貼板 放進去 給他打 一個人做了很多份 那些導演 就覺得 你這麼勤奮 那又被叫你上位 真的 所以曾經我在電影界裏 到現在有些導演雍子中 葉輝王 都說 如果你找羅尚傳做唱機 翌日你就沒有副導演做了 因為他都搶著做副導演 那我自己也知道 我自己也知道 真的很多人找我做唱機 下部會 那個導演立刻找我做副導演 他就把我原本的副導演飛了 那可能我真的太勤奮過了 那我想問一下 你做導演之後 那些電影是公司安排給你 還是自己進行創作的 我記得我做導演的時候 我幫人拍了兩套戲 那我自己就投資了 我就自己投資拍戲 那你傾向哪類型的電影居多 我做很多類型的電影 你全部都喜歡的 愛情片我也拍過 寫實也拍過 警匪也拍過 鬼片也拍過 包括舞廳 或者應照女郎我也拍過 因為我在做副導的時候 我幫過農夫豐運 監獄豐運 女子監獄 因為參加香港當年的導演 是參加很多個我都幫過 除了許冠文 還有一個叫做徐克 我未正式幫過 其他我都幫過了 那我想問一下 羅先生你對哪個 哪類型的電影 是覺得自己是最得心應手 寫實片 寫實片 有沒有哪部電影 是覺得自己拍得最好 或者有什麼是覺得自己 不滿意想改善的 到現在我最滿足 我拍四個自殺的少女 這部電影是少少出品的 為什麼我最滿足呢 在當年我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講的什麼題材呢 講香港的青少年 賣CD 三張CD一百元 但是他又給黑社會 就給五十元的 他就自己落袋五十元 是直接分賬的 我記得我在現在這個八路戲 門口拍 我說走什麼 我招拍 就是和政府鬥搶時間 叫人們拜拜 好 然後招拍 然後路人 那些卡拉票都省了 照拍 然後走鬼 然後叫走鬼 就是我們做起的特約 扮小販管理隊 和警方來抓 來訴訟 然後那些人雞皮搞走 我當時已經說了 他今天影響CD 就是唱片 他日就會影響電影 但電影界沒有人聽入耳 但終於CD被翻版搞亂了 然後又搞電影 就VCD了 所以我就很滿足了 說三年前看到的東西 你們看不到 終於三年後出現了 那四個自殺的少女的內容是 是說一堆賣翻版CD的 年輕人和年輕女 每晚賣 譬如賣五十張 賣三十張 即是有一千元賺 他就已經落到五百元了 那裏面呢 我又透過一個故事 一個媽媽就說女兒 你讀書那麼近來幹什麼 你看你哥哥 他賣的那些翻版 一百元就賺五十元了 一晚賺多少錢 讀書沒有用的 是當時的社會環境 我就說這些問題 當時社會的現象 那裏面是賣了CD之後 賺了錢 那裏面是賣的 我就說了這裏面 好 多謝羅先生 恭喜你做了一個分享 好 多謝你